- 談天說地 獨立特派員沒告訴你的事 在特派員聊天室 哈囉大家好 這是公視獨立特派員節目製作的Podcast 我們每個禮拜都會推出一集 談談我們節目單元的主題 也跟大家分享我們電視專題裡 沒告訴大家的事 我是記者林真如 今天我們要聊一個 大家都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詐騙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到 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預防科的科長 林舒立林科長 哈囉科長好 特派員好 各位聽眾大家好 好 跟著我們科長的問候 一起出現的這段音樂 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熟悉 這個是日本動漫的 柯南的主題曲 但他是那個保一總隊的警察樂隊演奏的 前陣子剛在一個警政署的 試詐音樂會上演出 那個認識詐騙的音樂會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請科長再次來發揮一下 這個柯南的精神 跟我們介紹一下 現在經常出現的詐騙手法 所謂的名人投資詐騙 是不是現在真的很流行啊 科長 因為這個詐騙已經造成全球很大的損害 那我想很多人大概都已經 周邊的親友都有人被騙 那也看得到網路上滿滿的 都是這種詐騙的 因為現在我們詐騙啊 我們花了很多時間啊 去爬梳 看看哪些可能是已經被騙 但是他還不知道 還沒有到案的人 但是還是有大概三成左右的人啊 他不願意相信我們警方告訴他 他已經遇到這個詐騙了 所以這個部分就造成我們的一些困擾 那因為這個詐騙 其實他都世界都有很多這個徵兆 可以讓你來及早來避免的 所以也呼籲我們這個所有的聽眾啊 你不是只有自己知道怎麼樣防詐騙 知道什麼是詐騙 你如果發現周圍有遇到這些情形的部分呢 也要幫忙跟他講一下 讓他叫醒他 這樣子啊 我們大家才能夠形成群體的免疫力 對詐騙啊 產生一定的抗擊 才不容易被騙 前陣子我們同事廖一芬跟羅盛達 他們就做了一集那個名人投資詐騙的專題 就是有報導說現在很流行那種名人投資詐騙 聽眾朋友多少都有看過啦 就是在網路上就會有一些財經專家 大家耳熟能詳的謝金河啦 軟木華啦 甚至現在那個網購很出名的486先生也被拿來當廣告 然後就是民眾可能在臉書啊 LINE上面看了這些廣告 然後寫什麼 老师帶你飛啊 專家建議買標股啊 什麼之類 然後就一步一步掉進那個詐騙集團的陷阱喔 這邊請科長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種所謂的名人投資詐騙 他們手法到底怎樣 是看了廣告之後 他不會直接叫你匯錢吧 他們通常都是怎樣一步一步吸引民眾上溝 是的 這個詐騙集團呢 其實他們也都是很知道這個人性的啦 所以呢 他就是利用網路上這些投資名人的這個 高知名度 還有可信任性 因為如果是一般人的話 覺得你不見得比我聰明 你也不見得就是買股票 就會比我還準嘛 但是他看了這些這個股市名人啊 財經名嘴啊 認為他們就是有一個最新的這個資訊 然後有更聰明的方法 可以知道怎麼樣投資才可以賺錢啊 所以誘導民眾啊 這個慢慢的一步一步走向他們的詐欺的陷阱 那當然大部分人都很聰明啊 不過一開始就直接把錢給拿出來 所以一開始呢 這些股市的這個名人會啊 會先邀請你加入他的助理 然後接下來呢 告訴你啊 我因為比較忙啊 所以我的助理啊 他比較內行 他來負責跟你聯繫 接下來呢 在把你拉幫你的群組 是加Line嗎 是加Line 是後面都一定是加Line 這個前面的部分啊 一定都是谷歌的這個YouTuber 或者是所謂的這個臉書的這個假的這個網站 那這個是屬於公開型的這個社群媒體 那接下來呢 他就是要把你引進到一個封閉型的社群軟體 那也怕你到時候跑掉 所以呢 他會本人把你邀進來之後 再介紹一個各自私人的助理的Line給你 接下來呢 再把你邀請到一個Line的這個群組裡面 嗯 那這個Line的群組裡面啊 大概一個Line 大概群組大概都有七八十個人 嗯 然後在裡面就討論股票啊 討論這個老師告訴我的多好啊 上次我買了這個賺了多少錢啊等等 那他一開始也不會冒然就叫你投錢 那同學你就先進來群組裡面學習看看了 那群裡面呢就有很多好朋友嘛 那你就可以問問 哎 群組上的某某小美啊 小美啊 你覺得他是不是詐欺啊 你這個加入多久了呢 小美就會告訴你 一開始我也懷疑他們啊 但是我觀察了半年啊 後來開始投資 現在都有賺錢了 他們不是詐欺 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接下來你又覺得 光是問一個人還不可靠啊 你再問另外一個群組的人 哎 某某先生啊 你這個健美身材變得好好啊 那你覺得這個詐欺 這個群組是詐欺嗎 這個有沒有可能是來騙人的呢 他說沒有啊 你看我現在都已經 這個投資啊 都已經財富自由了 現在呢 我在本來是 做業務啊 可能就是非常的忙 那現在我加入這個群組之後呢 我都已經 這個發財了 我都賺到錢啊 所以真的不用懷疑啊 大概過了兩三個月之後 你慢慢的你就會鬆懈向你的借心 加上你問了很多周邊的朋友 我肯定他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就開始先投一點 那剛開始投的時候呢 他也許也會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讓你賺到十萬塊 讓你有一些錢可以回本的 那這個錢呢 讓你也長到甜頭 等一下等一下 科長這個錢 這個錢是真的可以領得出來 如果一開始 你說讓你長一點甜頭 他會派人到你家 把錢送給你 或者是因為告訴你 請你這個提供他的帳戶 他會無責存款 存到你的帳戶 所以在一兩個禮拜 你開始投資的前兩個禮拜呢 他就會先讓你賺個十萬元 你拿到這個錢之後 你覺得我投資的 我問了別人的 我也印證了 那我自己也親身經歷的 那我也確實是拿到錢的 接下來呢 本來是投資三十萬 一個禮拜賺了十萬 變四十萬 那接下來呢 我就把我的身家 上百萬的 通通都加進去 加進去之後啊 他會做一個假的app 那請你加入這個app 然後看看你的錢 在那上面啊 那這上面呢 他也鑽遠到你家去收錢啊 或者是收數位活幣啊 那接下來呢 你的錢就跑到這個app裡面來 那你就照著這個app裡面呢 看這要你投資哪個標股啊 或者是他幫你代操啊 等等的 那你就看到你的錢 在這個統計的app上面啊 上上下下起起伏伏 剛開始也許會有一點小虧 可是後來都是化險為宜啊 就開始都是賺錢出去 所以你就越來越放心 那後面呢 你就是 這樣子我就可以再加碼 當你不斷的加碼 到一個程度之後 你覺得差不多了 我們不能當最後一隻老鼠吧 因為這可能是唐式騙局啊 我算差不多了 我該走了 那你覺得你該走了之後呢 那你就覺得 那我要上次這樣把錢提出來 那他就告訴你 剛開始是讓你試玩啦 可是因為你是在賺的金額比較多了 必須要成為會員之後 可以把正式的錢提出來 那你離正式的會員呢 還差多少錢 所以你再去借個兩百萬過來 這樣子呢 你的總金額可能就達到一千萬 那你就達到 VIP會員的資格 就可以把錢給領出來了 所以呢 請你啊 再趕快 把這個把錢 再趕快去借過來 等到你把錢借過來之後呢 對不起啊 這個 你了解啊 你借過來的錢啊 剛好慢了一天啊 那這樣子呢 又得重新計算 你還得再去借一百萬過來 那你就東接西接 借到後來借了一百萬之後 他又告訴你 啊 對不起 還是差了幾個小時啊 但你還在借個五十萬過來 慢慢的減少 他知道你的財力開始已經不行了 所以他就慢慢一點一點 把你掏到乾為止 那等到後來你 對 到最後你連五十萬都借不出來的時候呢 他就知道差不多了 他就把你劈離開群組 這個時候你就會發現啦 這個 被騙了 對方是誰 你也不知道 這個APP在哪裡 你也不見了 你要來警方報案的時候 很多APP都已經被 這個遼控把它給消除掉了 你就很難去報案 所以這個部分啊 就是目前 在全世界造成最多財損的 這個名人投資詐欺 在美國包括馬斯克 在日本包括有一個 這個日本的兩個億萬富翁啊 他們也都遇到一樣的情形 這兩個億萬富翁 後來是氣到不行啊 所以他們在四月份的時候 到東京的地方法院啊 去控告這個Meta公司啊 那請求賠償議員 只請求賠償議員 他的目的呢 就是要讓法院來審核看看 這社群媒體公司啊 他都沒有審核 難道他都沒有責任嗎 所以這些名人啊 他要的不是錢 他要的是還他一個公道 除了這個當事人 自己錢被騙之外 這些名人 他們也都是被冒用 他們也都是被害者啊 他們的名單就是 也是受損啊 所以這個部分 在美國是馬斯克也遇到 然後接下來呢 蘋果的共同創辦人 也是都遇到類似的情形 所以全世界的財經名人 其實都遇到一樣的情形 對 我同事做專題裡面 也有訪問到一個被害者啊 就是他也是 其實也是高級知識分子 他是台灣人啊 然後過程中 他也是就是像 剛剛科長介紹這樣 就是被邀請啊 然後加入一個投資群組 然後裡面呢 就有那個美少女 每天來嘘寒問暖 然後那個APP啊 看起來 對 還寫得很真喔 就他完全就跟 股市的大盤連動 然後群組裡面 就是有剛剛課長講的 那個暗裝啊 在旁邊就是 在那邊說 他賺了多少錢啊 又買了什麼跑車啊 然後就是即使 你中間面臨到一些虧損 然後就是會一步一步的 又贏你 然後投入更多的錢 然後一次希望賺回來 結果最後我同事 訪問那個受害者 他就被騙了800萬 這真的是可能 很多人努力了一輩子 然後存下來的錢 那可是 就是其實這手法 你看 連你們警方 都已經那麼清楚了 那為什麼他們還有辦法這樣子做 這邊科長可以教我們觀眾 到底要怎麼分辨這種 投資社團的真假 要怎麼樣不要掉進那個 詐騙集團的陷阱 這不是一般的民眾很頭痛 我們自己警方也是很頭痛 我們明明知道他的犯罪 手法就是這樣子 但是他日复一日 不斷的重新投放 我們每天就像失憶症一樣 每天都在做著一樣的事情 這問題就是出在於網路 尤其是出在現在所謂的社群媒體 那社群媒體這上面 已經都幾乎上面整個都充施了 這個大吸訊息 不論是假的投資訊息 或者是marketplace上面 虛偽的賣舊的手機 要賣舊的一些相機 等等 這些通通都是充滿了 這個詐欺的現金 但是因為社群媒體 是最近剛發展起 那再加上這個社群媒體 那個管控機關 到底是主管機關應該是誰 這個部門都還在 正在加強明清當中 所以這個部門就讓我們 每天都在面對一樣的問題 而沒有辦法解決 我們每天每個禮拜 在這邊下架假的現金 假的軟木 明天他又投了上百個上千個度 所以每天都是在消耗 我們的這個警力 那最麻煩最麻煩的是 這個有時候 這個錢如果都一直在 是在所謂的這個銀行的帳戶裡面 那接下來呢 不管錢轉到哪裡去 那我們都可以透過銀行科技 把在阻止他的錢的外流 最討厭的就是這些錢 被詐欺集團的車手給淋出去了 詐欺集團的把錢給淋出去之後 變成現金這樣 變成現金交給這個收水 收水的人 收水的人呢 他再拿去看是要遊戲幣啊 或者是數位貨幣啊 再把它給轉掉 所以這個部位呢 就會後續就變成 沒有辦法再去追蹤 所以呢 這個從網路世界 打到實體世界 而且那目前可以很明顯地看得出來 炸欺現在是不醜騙不到錢 他們一定會騙得到錢 問題是他不一定能夠把錢安全地領出來 所以呢 他需要很多的這個人頭帳戶 那人頭帳戶也在我們警方不斷地這個 加強力道跟查譜 甚至通過這個洗錢防止的話 如果是販賣這個帳戶的話 我們會先以告進 接下來會以送法辦 所以現在這個炸欺集團的這個人頭戶啊 現在越來越難拿得到 所以人頭戶的帳戶一本呢 大概就從五千塊啊 上到現在可能大概都已經喊到六十萬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現在非常非常的缺這個 炸欺的這個人頭戶 來幫忙把錢可以提領出來 甚至呢 以前的一些這個愛情的交友炸欺啊 那以前呢 可能就是在詐騙你的這個遊戲點數 或者是詐騙你的Apple Store的這個點數 但是現在呢 這個愛情詐欺啊 他也變成反過來要騙你的步子了 他會告訴你 我有一筆錢啊 我現在人在日本啊 那我想回台灣開個這個 余家公司啊 那你把你的帳戶告訴我 那我呢 就先轉三百萬的日元啊 到你的帳戶裡面來 那你一聽 那這個反正我是提供帳戶嘛 我帳戶裡面就沒有錢 是收錢的沒關係嘛 到時候就提供給他 如果你提供給他呢 他就告訴你 親愛的我錢轉過去了 可是為了要我們將來啊 這個一起經常期的這個經營啊 那你必須要信任我 我必須要有 知道你這個帳戶的密碼 那我才可以看得到我給你的錢啊 是不是安全的在裡面 那你想這也合理嘛 反正錢是他出的 那你就把這個密碼也告訴他了 殊不知你把密碼告訴他之後 他就把密碼給改走了 所以接下來就變成人頭帳戶了 你就變成一個人頭帳戶 所以現在人頭帳戶 他變成開始是用騙的 所以他已經很明顯 所以我們達到現在呢 他非常非常的缺這個人頭帳戶 所以只要從人頭帳戶這邊啊 加強把關啊 把它給鎖緊 那沒有錢可以領得出去 都是在銀行帳戶裡面的時候 那只要你一醒過來 那通知警方165之後 我們就可以幫你把金額給圈存 讓這個錢不要出去 這個錢一旦被領出來之後 不知道去了哪裡 接下來就再也貼不回來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塊 所以大家一定要趕快啊 如果有行員或者是警員 警察在告訴你 這可能是詐欺的時候 那你可能就要趕快配合銀行 跟這個警察幫忙把你的帳戶啊 開設定一定的凍結 你的你的錢啊都被轉出去了 這個後面要拿回來就很困難 嗯 剛剛其實就是科長也提到很多這種 詐騙集團的這種手法 聽起來真的是推陳初心 好像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你真的沒有想到 他們怎麼會有這麼多 想到這麼多聰明的方法 那其實我們之前 獨立特派員前前後後 也做過很多詐騙相關的專題啊 那過去警方其實一直有提到說 就是詐騙集團他們很多的那個機房都是設在國外 然後台灣這邊頂多就是像剛剛就是科長提到了 有那種取錢啊提款的車手 或是頂多就是中間洗錢的這種水房 然後他每一個斷點都斷得很清楚 然後所以你們 他可能就是你們就追到車手 追到水房 或追到這個人頭帳戶 然後可是你要再往上去追到他這個後面的集團的運作 就是負責詐騙的人 這個好像真的有比較困難嗎 那你們現在面對的還是一樣這樣的困境嗎 科長 你看嘛 一開始我們在開始在打炸的時候 一開始大氣旗就跑到大陸去 就是因為兩岸啊 這個因為不交流 所以我們的詐欺嫌漫就跑到那邊去 後來中國人很多就被騙了 他就不得已的跟我們簽下MOE 兩岸共同打擊犯罪合作協議 然後共打了之後 中國他也從我們這邊學的 就是去打擊詐欺的 結果這個時候詐欺就跑到東南亞 那跑到東南亞的時候最有名的時候 當然是在民國97 98年左右嘛 那當時我們就到東南亞去抓了很多詐欺的行為回來 那這個是空空監獄的時代嘛 抓回來非常的多 但是東南亞後來都跟我們合作之後 這詐欺其實他們就知道不能再跑東南亞了 接下來呢 他們就開始跑 那個喬治亞或者是緬甸 或者是這個所謂的柬埔寨 他也跟著這些地方 那這些地方呢 由於自己的國家 對於治安治理的部分本來就是 這個有很多人的死角 沒有辦法做到進山進美 所以很容易在那邊可以生存 所以呢大氣集團運用了兩個 第一個是跨國 尤其是到一個治安沒有辦法好好管理的國家 所以一個國家別的國家的治安管不好 反而也會反過來影響到我們國家 因為他那邊炸雞機板都躲在那邊 尤其是現在我們警方在反差 很多的證據顯示方向通通都是來自於緬北跟柬埔寨 但是他就是在那邊 那他們國家都管不了 所以你去了也沒有用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是網路的匿名性問題 因為網路沒有採取實名制 然後再加上了這個後面 他這個廣告費不斷的投放 那你這個廣告費收錢的這個紀錄 也都沒有保存清楚 那所以警方後面要來追 要來查救的時候 我們只能夠不斷的要求媒體下架 這個再停止 可是變成我們在幫媒體處理這件事情 幫社群媒體處理這件事情 那社群媒體他就是被動的等我們通知而已 那他們的前面的廣告費 那沒關係嘛 到底是誰去投這個廣告的 你總是要資料的要叫出來 他要告訴你 那是在馬來西亞在香港投放的 不屬於你的十八關家 所以我也這邊也沒有資料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給你 所以打炸今天最大的兩個困境 一個是有些國家 他這個部分 他自己的國家治理是有問題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社群媒體 社群媒體這邊 這個也在這邊呼籲社群媒體 要多盡一點責任 那至少你的自動過濾部分 一眼兩眼就可以判斷是詐欺的部分 你就不應該再讓它投放 那一方面就是詐欺集團所投放的廣告費 你也不應該收了錢之後 就任由它來進行殘害 要有適當的管制 並且在警方要查去的時候 必須要能夠知道是誰付這個錢的 我們到目前為止 去年12月抓到一個詐欺集團投放的廣告經銷商 它在一年半裡面就投放了2.5億的社群媒體的廣告 2.5億 投放在社群一年半裡面 就是一個這個廣告商而已 所以詐欺集團在這個社群媒體的廣告上面 其實花了蠻多的錢 但是它是一個一根萬利的生意 所以它不斷的在投放 這也是今天為什麼你我一天到晚 都看到手機上很多的 滿滿的這個詐欺的假名人的原因之一 因為第一個太容易可以騙到人 第二個不容易被追到 第三個我還躲到國外 你根本就拿我沒有辦法 所以這是今天這個打炸最困難的部分 那所以像有關於社群媒體的這個責任的部分 當然警方一直在呼籲中 不能一直用呼籲的方式在那邊道德勸說 或是請他們下架 甚至去幫他們查 他們才去找到說源頭可能是有這個犯罪的問題 那未來就是像行政院 他現在已經通過那個打炸新釋法 以後當然立法院還要修正 那這個部分對於這種社群媒體 他們的責任的部分 會有進一步的規範嗎 所以我們非常期盼這個打炸的釋法 可以那個優先的通過 雖然打炸的釋法 並不是我們警察所提出的所有的版本 大概只有提出三成而已 那其他七成的部分呢 各部位前任這個執行起來 還有一點點這個 這要必須要再更精緻討論的部分 都還沒有先放進去 但是至少對於社群媒體的落地 要代表人責任 要負擔一定的義務 還有這個部分呢 必須要留存一些資料 以供我們接下來要查 其實到底是誰投放的部分呢 這個部分會非常地有一定的幫助 否則的話我們每天就像失智老人一樣 起來又做昨天一樣的事情 而不會有任何的成果的 所以這個新釋法的部分呢 我們是非常期盼 大家趕快通過 雖然說目前的這三成的功力啊 是屬於各部位 大家都大部分都認為沒有問題的部分的 那其他的部分還有很多 希望能夠進一步的 譬如說是打炸基金會啊 我們政府怎麼編預算永遠都不夠啊 那我們希望成立打炸基金會啊 讓這個有興趣來投入 這個反炸欺的企業或個人啊 或者是甚至炸欺集團 如果投放在社群媒體上的 這些假廣告 如果被我們1月5把他通報是炸欺了 那他的廣告費 是不是就應該要沒收起來 還給這個被害人 或者是如果找不到被害人的話 那就成為政府的打炸基金等等 這個是未來我們更加期望的啊 但是用這個各部位都能夠共同聚焦 所以沒有爭議的這個部分啊 把法事法能夠先通過 要不然啊 我們每天啊 都是在做一樣的事情 徒勞而無功的 嗯 柯長 那我們剛剛講了很多政策的部分嘛 那那這邊要不要請你 就是再跟我們聽眾提醒一下 雖然啦 就是我們都看過很多這種廣告了 但是他們的手法真的就是推陳初心嘛 那我們如果真的要去投資的話 就是有沒有一些要領 以免自己被騙 要特別注意什麼這樣 這個部分啊 直接戳破再起集團的這個做法啊 他的假名人 第一個成立的時間都很短 第二個他的粉絲都很少 你想想看 謝金河先生或者是阮木娃先生 他們已經在這方面 這個投入這麼久的工作了 他怎麼可能這個社群才剛成立一個月兩個月 或者是剛成立這個一兩個禮拜 甚至裡面的這個粉絲團都不到200人 這都是不可能的 所以你一定要先認你有藍溝溝的這個部分 當然除了這些之外 你可能除了藍溝溝之外 你還得要注意一下看看 他如果是這個剛成立的時間不太久 或者是粉絲團不太夠 一定是第一個有問題的 第二個你如果很多名人 像謝金河本人 他雖然是在做這個財務的這個分析啊 跟大方向 但是他其實是不會帶你去買個股的 譬如說財經也是這樣子 他們都不會帶你去直接買個股的 所以這些財經名人 他在跟你分析的時候 你看的事實上是津津有味 覺得是真的 但是你要去看一下 第一個 這個他本身是不是有藍溝溝 第二個就是人數跟這個時間 第三個 很多名人 他其實根本就沒有在帶你 做實地的磁盤操作的部分 更何況金管會也有規定 這個百分之百的圈圈尾多 代操這個部分是特許行業 沒有經過金管會許可 他是不能夠隨便在網路上招募 要招募他也必須要揭露 金管會所規定的投資 必定有伴隨風險 風險不可能是保證獲利 如果只要一講到保證獲利 那就是已經違反政權投資顧問法 那這個部分你都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免得你一級的拿進去 你就覺得這個機會錯過了 以後就是機會不在 難得剛好有這個人家出缺 讓你可以進去站著一席之地 那這個部分就是要先慢下來 先把這個資訊切斷 跟周圍的朋友聊一聊 問一個人也許還不准 跟兩個私體的朋友 三個人一起討論一下 不要在網路上問網路上的網友 為什麼 因為剛剛講的那個網友 你在群組裡面 可能也是假的 那都是他們一伙的人 那他們都是一伙的 他們當然就是要請軍 引軍入瓮的 所以你問他們 是請幾天要招 你要回到實體事件 跟自己的朋友一起討論一下 今天所有的秘密 都是在你的手機上 如果你覺得這個部分有點可贏了 把你的手機拿出來 跟你的朋友一起討論看看 那你就可以避免被騙了 嗯 沒錯 而且現在就是大家都在講AI嘛 那進入那個AI時代 然後這個詐騙集團的手法 可能恐怕越來越恐怖 以後那個假裝的會越來越像 聲音啊 影像啊 全部都可以假裝 是吧 科長 是的 你AI時代都還沒過來 你這邊絕對已經變成 被騙成這個樣子了 如果AI時代再進來 那你當然遇到的挑戰 就有了更多啊 譬如說是他假冒你的親友啊 或者是假冒這個老人來騙小孩 或者是假冒小孩來騙老人 或者甚至是假冒你的這個親口好友啊 來跟你這個借錢等等 這個都是已經慢慢正在發生當中 嗯 所以我們真的希望就是 那個打炸刑法能趕快通過 然後讓那個打炸可以更有效率 然後民眾也要像這個科長講的 就是要持續提高警覺 天下真的沒有白吃的午餐 好 今天謝謝科長 來跟我們做這麼深入的分享 謝謝科長 科長拜拜 謝謝蔡花緣 謝謝大家 加油 拜拜 拜拜 拜拜